我是手艺人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 ATV的认证 ATVS的一个认证过程 ATVS的认证现在有什么两种方式 一个是单向认证过程 一个是双向认证过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向认证过程 单向认证过程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证书的这个认证过程 那么来我们打开这张图 找到原图位置 打开 来这样来看 大家能看得清晰一些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 首先服务团要干什么 先生成一对公私药 然后紧接着把自己的公钥 拿到证书C机构 来进行一个什么 自己的公钥的一个认证 来申请一个证书 那么机构这边 自己也会生成公私药 好吧 也会生成公私药 那么你这个证书信息 包含什么 包含你的公钥 你的申请信息 你的申请人是谁 公私信息 域名信息 公钥等等 然后生成一个 叫CSR格式的一个请求文件 携带这个文件 C认证机构这边 来进行认证 C机构认证 先审核信息 审核完信息之后 给你颁发证书 颁发的证书里面 涵盖的内容就是什么 一段明文信息 一段签名信息 明文信息里面 包含的有什么 C机构 C这个证书是哪个机构 颁发的 证书的有效期 当前申请证书的服务器 它的预名是什么 申请人是谁 预名从属于哪个公司 还有服务端 自己生成的公钥信息 等等 明文显示的一段信息 然后这里面 还有个签名信息 签名信息 是自己机构 给自己机构 相当于签了一个名 这是我机构颁发的 好吧 只有我自己的 我这个签名是怎么来的 就是通过我的机构的私钥 加密生成的一段数据 而加密的哪段数据 加密的是这段 明文数据的一个哈希值 明明明文数据 哈希算法 计算出来之后 得到一个值 那个值 我们叫摘要数据 那么 C机构 办法证书之前 通过自己的密钥 私钥 公司钥的私钥 非对人加密的私钥 对摘要信息 进行一个加密 生成签名信息 那只有有自己机构公钥的那些客户单 这些客户单电脑 咱们说还有手机 都内置了什么呀 这个CE机构的那些证书信息 其中包含 包含全微CE机构的公钥信息 对不对 他是可以什么的 验签的 对这个签名进行验证 如果他将来能解开这个签名数据 解密这个签名数据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诶 客户单这边就证明说 是这个权威机构颁发的 好吧 因为我这个里面确实内置了 全微机构的公钥 我可以来解密 来验签 来解密这个签名数据 OK吧 是干这个用的 这是这个证书 还这么两段数据 然后紧接着将证书 颁发给咱们的服务端 颁发给服务端之后 服务端这不就有证书了 对不对 我们在前面 讲那个web架构的时候 我在大家部署 部署过LTP协议访问的网站 并且把它升级为了LTPs 当时升级的时候 怎么升级的 我们是不是就是去咱们 我当时去阿里云上 申请了一个证书 然后放到了我们的服务端这边 做了一些相关配置 对吧 那客户端再给我们发请求的时候 就需要发LTPs的请求了 对不对 LTPs模式的端口443 我们记得 当时我们监听的是43端口 对不对 然后里面 标记了一些证书信息 好 这就是证书申请的一个过程 证书申请下来之后 紧接着客户端来服务端 这边访问的时候 比如说我来访问你的 首页了 在回应你我的ATML首页 ATML数据之前 首先呢 客户端会先验证服务端的一个 这个证书信息 所以说呢 会有一个潜质的请求 是什么呢 就是客户端 请求服务端网站 携带着客户端的SSL TLS 版本信息 也就是说我此次发送的 LTPs这个请求 这个S 我说过它是什么 SSL或者是TLS 对不对 咱们这TLS是SSL的一个什么 这个升级版 现在基本都是用的TLS 好吧 而且我们通过边 SHA和抓包 也看到它的版本 是不是1.2或者1.3 现在是 对吧 主流用的这两个版本 那么 客户端给你发 给服务端中发信息的时候 也要携带着 我用的是TLS 哪个版本 相关信息 然后告诉你 还带着一个随机数 这个随机数 先不用管的是干嘛的 然后请求行义 发到服务端 服务端就干什么 将自己的证书 看到吗 先将自己的证书 和自己证书里面支持的 这个TLS版本 以及另外一个随机数 服务端自己生成的随机数 以及服务端自己生成的什么 这个 对称 非对称加密的公钥 好吧 非对称加密 我们也叫公司要加密 将这个公钥信息 发送给什么呢 这个客户端 客户端上来先干什么呢 对证书进行教验 怎么教验呢 就用内置的 自己的这个CA证书 CA机构的那些信息 比如我们看 我们自己刚才打开过 系统上是不是有证书 证书相关信息 对不对 都是你安装完系统之后 系统里面内置的 这些权威CA机构的 它的这个信息 里面包含这些机构的公钥 这个公钥就可以对 证书的签名信息 进行一个解密 这个解密过程 就叫验签过程 就可以证明 确实是我信任的 权威认证机构 颁发的一个证书 那说明证书是有效的 好吧 证书是有效的 那紧接着呢 通过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CA 我这个客户端 内置的CA机构的证书 公钥 除了内置了公钥之外 还内置了什么呀 CA机构 它采用的什么呀 这个摘要信息的 哈希的这个加密算法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是用的傻一 对不对 傻一将明文数据 将证书当中的明文数据 进行一个傻一加密 得到一个值 和刚才通过验签之后 得到得出来的那个值 进行一个比较 比较只要是相同 说明证书里面的数据 就没有被人修改过 可以证明证书里面的数据 是它的完整性是OK的 好吧 但凡是证书当中的 有些数据 教验不通过 比如说 玉米有问题 比如你访问的京东 它不是3W的点京东 GD点抗目 它是3W的点GD差点抗目 但凡是差一点点 咱们说哈希出来的结果 都是不一样的 好吧 这时候就会告诉 就是你浏览器就会报错 报这个说 这个链接不安全 本次访问不是安全链接 好吧 就能看到我们 前面抓包的时候 看到的那个图 本次链接不安全 还有什么呢 我说证书颁发的时候 有个有效期 有效期一般是一年 当然你自己申请证书的时候 可以去什么 设置 对吧 年限越高 就是一般是一年 一般是一年 然后证书 其实它也有不同的安全级别 我们当时给你 大家部署ACPS网站的时候 申请证书是免费证书 实际上证书是花钱的 一个证书还挺贵 对吧 然后 很多公司 其实它还没有升级为 LTCPS的一个方面的过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不想买这个证书 它不想花那个钱 我这网站也没啥机密性可言 我就忽略这个事 好吧 那么这里面 就是 验证证书的信息的时候 其他这些信息的时候 但凡是有一个信息 有问题 都会提示不安全 好吧 如果说验证这些信息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那么就会干什么呢 取出 这数据里面的公钥 这个公钥 证书里面的公钥 这个公钥就是服务单 这边生成的公钥 对不对 有了这个公钥以后 看了吗 客户单干什么呢 将自己支持的算法 包含对称加密和哈希 等算法 就是发给服务单 让服务单自行选择 其实客户端这边 我们自己电脑上支持很多种 加密算法 对称加密算法支持好多种 非对称加密算法支持好多种 哈希的算法也支持好多种 我们说过 我们如果说知道了双方的对称加密的 这个双方都知道对称加密的一个密钥 大家直接加密通信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现在要安全的把密钥 发送给服务单的话 那么需要非对称加密 就需要这个服务单的那个公钥 对不对 服务单的公钥将 这些啊 比如说客户端 就是教研完信息之后啊 教研完证出信息之后 客户端是先干什么的 其实是先把自己支持的这些算法 先发给服务单 让服务单去选 服务单在客户端提供的算法方案里面 选择一套优质的算法 然后选完之后 将优质的算法方案 再发给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这边干什么呢 生成一个随机字符串 比如说叫什么 Prove Master Secret 通过握手过程中协商好的哈希算法 对他进行了一个加密 哈希算法 对这个刚才生成的随机字符串 以及一个随机数 数字 然后进行了一个加密 你看上面有个随机数 是客户端第一次访问给他的一个随机数C 是不是 然后服务单给他回 这个这部数据的时候 给他回了一个随机数S 这个地方生成 这个地方加密的时候 就是生成那个对称加密的密钥的时候 并不是说随机生成的 而是基于这两个随机数 再加上客户端随机生成的一个随机字符串 加密生成的 这个对称加密的密钥 密钥Secret key 好吧 然后再通过服务团这边的公钥 对这个密钥进行加密 比如说得到密Secret key 然后发送给什么呢 再发送给服务团 好吧 这里面用的这个哈希算法 用这个哈希算法 就是他们自己协商出来的 双方协商出来的 好吧 然后将这个加密之后的数据 发送给什么呢 这个服务端 服务端利用什么呢 利用前面 就是自己的私钥 对数据进行解密 得到了随机字符串 得到了一个随机字符串 看注意了 注意了 在这 就是他给 他这一步 给服务团发送的这个数据里面 数据里面包含什么呢 包含这个 通过协商好的加密算法 哈希算法 对这个生成的随机数 以及 这个生成的随机字符串 还有服务团生成的随机数 这三者进行一个 什么加密 得到一个对称加密的一个密钥 再利用这个 服务团的公钥 对这个密钥进行一个 非对称加密 得到一个他 对不对 他会将这两个数据 这两个数据 一个随机字符串数据 一个这个数据 都统一发给服务团的 好吧 那服务团通过私钥解密 这个下面这个数据 就会得到什么呀 是不是得到哈希 这个对这三个数据 进行加密的那个结果 对不对 然后利用协商好的算法 那个哈希算法 也对这几个数 进行一个 这个加密 得到一个secret key 也就是说这个secret key 我并不是直接给你的 就是我们马上要用到的 对称加密的那个密钥 我并不是直接给你的 而是我通过一种计算公式 计算生成的 我把计算公式当中 涉及到的那些参数 发给了你 你按照我们前面 协商好的算法 来进行加密计算 得到那个密钥数据 得到一个密钥数据 好吧 也就是我这边 这个密钥数据 是我通过什么 各种手法计算出来的一个 ASDF 你这边也是一样 通过我们协商的各种手法 以及我给你的各种参数因子 你计算出来的一个ASDF 那这样的话 咱们两个就相当于 互相知道了一个 对称加密的密钥 那么再往后 再往下 你看 再往下走的时候 到哪一步了 到这吧 到13步了 利用选好的对称加密算法 对什么呢 Secret key 利用选好的对称加密算法 和Secret key 对响应数据进行加密 这就开始对称加密了 这就是对称加密了 这个对称加密所选的算法 也就是上面 他们双方协商下来的 好吧 我跟大家说过 对称加密 它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利用对称加密算法 加密算法 前面我们讲加密机制的时候说过 是不是加密算法加上什么呢 加上密钥吧 密钥就是Secret key 好吧 加上什么呢 你要加密的这个名文 然后等于什么呢 对称 等于密文 密文 那么这个密文发送给客户单之后 客户单这边 它是不是也有这个加密算法呀 对吧 加密算法 然后又加上这个什么呢 密钥 加密文 然后解析 得到什么呢 名文 好吧 那我再给你 我后边 我再给你发数据呢 也是这个过程了 好吧 也就是后面的请求响应 就从什么呢 从上面第四步开始 每一次都要验证呢 每一次都要验证 好吧 验证完了之后 再发送数据 再发送对称加密的数据 好吧 对称加密的数据 那这是它整个一个完整的过程 一个完整的过程 其中涉及到的这几个角色 大家好好的可以理解一下 好好理解一下 行 这就是单项认证 单项认证其实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客户端要认证 要验证服务端的证书信息 证书是不是正确的 证书是不是真实的 好吧 这是个单项认证 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下双项认证 我停一下视频 我来说一下双项认证 我来说一下双项认证